Toyota Corolla Cross 这款车 自从在国外发布之后 它的销售成绩非常的好 台湾 泰国 销量爆表 就连马来西亚也一样 马来西亚现在这款车的 waiting list 要 7 个月 你是不是正在考虑这款车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美女车主 来跟你分享她为什么会买这辆车 来美女车主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丽玲老师 主要是培训化妆教学的 嗯 好啦 接下来我们就问一下老师 一开始是开什么车 然后为什么会去选择一个Corolla Cross 我之前是开那个Care Forte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Corolla Cross 其实我之前是先选X50 X50 了 对 然后 当红车 对 其实那时候是因为觉得X50很帅 然后过后就因为真的等太久 然后也听到太多那个负评 然后就决定 其实已经拿到号码了 就已经快要拿到车了 然后就决定不要了 因为毕竟都等了一年 我已经等到心灰一人 然后就刚好看到Cross出来 然后就看到Cross很帅 就去试车的时候就觉得 这辆就蛮不错 就考虑这辆了 是你原本是从X50挑去Corolla Cross 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这辆车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没有真正开过X50 那我只是拿外表来比的话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X50会比较帅 的确我自己本身也觉得X50会比较帅 可是如果是说 我会比较喜欢Toyota的 还是考虑到这个之后 那个after sales的东西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 我们都会很在乎after sales 我是很在乎after sales的一个人来的 然后after sales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那个 你那个东西 那个车就没有办法开 就是可能要等个几个月 然后几个月没有办法开车 对 我就觉得Toyota是基本上 市场上都有它的 spare bag 这个是我们不用去担心的 这个不能否认 Toyota就是抢在它的后行很强 然后Pax你永远不用担心 找不到 对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是我个人还有很多的观众 都想知道的 就是你的车应该是1.8 Hybrid 对不对 对 1.8 Hybrid 为什么你会选 Hybrid 女生的想法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 选最贵就没错了 对对对 现在 Hybrid 确实是 Corolla Cost 最贵的那一个 对 就是 买最贵的就不会错 因为该油的东西一定会有 对 不用去做 comparison 不用去担心 它跟这个 spec 差了什么东西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其实会担心 就是这个 Hybrid 的耐用性啊 这个那一个啊 以后会不会麻烦啊 然后二手架会不会 drop啊 等等 你会不会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没有耶 因为其实未来的车 都是以 Hybrid 为主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担心 Hyper Hybrid 因为接下来所有的车都会出 Hybrid 了吗 这基本上肯定的 就肯定了 而未来 就 因为我们有看那一个 影片 就有讲到说 未来接近的车 出 就未来的二十年 都是以 Hybrid 为主 可能会没有 车油了 对对对 或者是电动车 对 就是全电动了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我们就要先去 踏路市场 去做尝试的那一个人 就要接触的就是 就是 try 一些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啊 Hyperic 很省油耶 而且重点是 这 Toyota 它是有给这个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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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八年 所以我其实我自己的想法也是这样子啊 这台车你买 你可能 你开不到八年你就卖了 对啊 你可能 你根本等不到 那个电池坏的机会 你就换车了 对真的 而且讲真的 如果你觉得八年不够 他们还给你 多两年 多两年 所以总共十年 这十年里面 你的电池真的有问题 就去claim而已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不用担心 嗯 其实不用担心 嗯 我是不会去担心这个东西啊 嗯 OK 接下来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这台车你开了多久 一个月多吧 然后一个月多 然后你开了多长的离数 现在两千多了 两千多 一个月多两千多很多 其实算少了 因为中间我在quarantine 没有quarantine我应该会更多 因为我往外跑多 然后你是往外跑比较多 对 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 你跑了这两千多下来 这台车有什么 你很满意的地方 还是 就是那个自动跑 还有会自动stop的那一个 哦 你用那个ACC 对对对 因为我们女生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只是知道他会按自动跑 然后自动stop那一个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我觉得就 就对我们 跑外面的人来讲 他会减少我的压力 减少我的 那个崩溃性 因为有时候开车 你真的要很focus 然后脚要踩那个油 然后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诶那一个就 我只是要看前面的路罢了 然后车太靠近啊 会有车刺进来的时候啊 它就会自动stop 然后或者会慢 我就觉得这个很好 尤其在塞车的时候 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 对对对 然后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就像它的空间表现啊 什么东西 你会满意吗 呃其实还蛮满意的 因为在买这辆车之前 我有去过 试过其他的车 我第一个试车的人 可能人家会去 试他的 骗什么的 我第一个就是先坐上去 然后两个脚摆上去 然后尝一下 嗯这个很舒服可以睡 它的椅子 对就先试椅子 因为我们女生 就是男生在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喜欢坐在隔壁 然后我就觉得 诶 就有一些真的是 坐到很不舒服 那样子 我就觉得这个就很舒服 一坐上去 诶很有保护性 然后蛮舒服的 就跟我之前的 那个Cat Fortale来比 是有接近的 因为我Cat Fortale是那个 跑车的椅子 对它就有支撑 OK做得很舒服 就很舒服的那种 就觉得 诶这个有接近 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个我要补充一点 其实这一个 CORORA COST的椅子 除了它的 设计好像赛车椅 然后包覆性很强之外 其实它有一定程度的 安全性在 因为它的这个设计 就是它可以完全 Cover到你的这个颈椎 如果讲你真的是 在highway的时候 真的是有不小心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后错力 其实它是可以 支撑你整一个 颈椎 然后不会受伤 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因为 我之前就是 跟Toyota去 Binang的时候 试驾这辆车的时候 我的车子被人家 撞后面 而且是那种 完全没有brake 它真的直接这样子 撞上来的那种 撞击力很大 可是在那个撞击之后 我跟我的车上的乘客 基本上我们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可能一点轻微的脑震荡 然后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事情的 所以 证实了这款车的安全性 然后还有它的座椅的设定 其实是真的可以 保护车内乘客的安全 我突然觉得我没有买错车 哈哈哈 这个是亲身经历 对啊 这不是Ncap 不是什么Acea Ncap Euro Ncap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给人家撞了之后 我的感觉 OK啦 讲了这样多的优点 什么呢 它一定有缺点的吗 你觉得它有缺点有什么 它的缺点是 我就觉得是 车后面吧 Boot 它的Boot 就我就觉得有点小 因为其实对我们这样 爱买东西 然后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又需要 装很大量的东西 其实它真的是很小 对我来讲 行李啊那种化妆箱是吧 对对对 就要很多 因为我们有时去教课 我们要带很多东西出去 然后带灯什么的 就 装不完有时候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一个 脚踢给它不开的那一个 那个Sensor 我觉得有很麻烦 有时踢几百次它都scan不到 就是一直踢一直踢 它就没有干净 对对对对 你自己用手去按一下 给它自己上更快 一下就罢了就开了咯 这个 这个可能是 原厂需要加强的地方 不过这个我自己没有试到的 不过原来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今天才知道 对对 其实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不过 那个严重的事情过了之后 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车没有什么大问题 是什么事情 我其实在拿车的当下 我的车start不到 哦你的车start不到 对 然后start不到 而且它是三天都解决不到我的问题 而且那时候要过年了 我过年前拿车嘛 它就解决不到给我 然后过后就是 因为可能是我第一辆车 这个high brake的车 有问题 然后它可能里面有一个 弯压 它讲什么 有一个弯压 然后可能 不好了 哦 其实只是小问题吧 对小问题吧 可是因为它们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它们不能这样解决 对对对对 所以就它们就用小电脑 check不到 然后第二天就用那种什么大电脑 check也check不到 就可能那个技术人员没有回来 然后第三天那个比较专业的技术人员 他才check到然后我车就解决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需要用到三天去check的一个东西 是对我们客户来讲 信心会被打底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真的很不开心 可是我的SA真的很好 它服务到我很好 可是这样子之后你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没有了 就没有了 就是当下拿车的当下 step不到车罢了 然后过后它service就是弄好了 之后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 嗯 所以其实只是小问题 但是可能是当下那个 那个维修人员经验不好 对 嗯 因为可能这个是他们的 呃 cross的第一 这个是 第四代的第一款的 那一个 hybrid 所以他们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解决不到 因为我去到现场问他 他答不到我问题 但是他应该感谢你 对 我就觉得其实 他还蛮感谢我了 因为他讲他 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如果以后还有同样的情况 他就有experience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可是对我来想是 因为我是不太会看到车里面的东西来的 我们就是车吃嘛 就加车罢了 对就加车 然后手加上加黑 就不退嘛 可是这一个经验给我知道 其实 如果真的是有一样东西start不到 我们就可以马上叫他们过来 去做这个service 这样子 我就觉得这个是给到我的一个经验 而不是当下在害怕 因为我们女生开start不到车就很害怕了 所以你觉得 Toyota的这个after sales ok吗 因为服务我的那个SF 我觉得他的态度真的西北好 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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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一个月多 他还在服务着我的咧 哦 ok 一个月多很多人就收了钱就拜拜了咧 对对对 他就还在服务 我就觉得 开始有看人啦 我觉得我的那个SF 真的是 有服务到我啦 嗯 然后他们的 呃 车厂的service 后面也不错一下 就是 因为我是跟Selyang的嘛 嗯 然后就觉得他们不错一下 嗯 Selyang的这个service center 你们听到吗 有人帮你们打广告哦 哈哈哈哈 虽然一开始会不开心啦 是难免的啦 就拿行车 那个心情就被影响了 对对对 但是重点是之后的那个 后续没有问题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客户要的就是一个service 除了产品quality要好 我们要的就是service 因为当我们找不到人的时候 我们是很迷茫的 对对对 尤其是对于这种情况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的话 尤其是女生真的会慌 对对对 可是当你遇到一个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话 他会一直去follow up这些东西的 因为觉得安心 对 就好像我的那个他就一直会去follow up 我的Sely一直在follow up 其实他已经可以收钱就拜拜了的 对对对 等于一个月多接近两个月 他还在service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他们有很好的那个service 对对对对对对 就会有第二次如果你下次还要买车的话 你还是会找回 我其实已经介绍很多人给他了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他的service很好 对 免费的广告看到吗 好的 after sale就会有免费的广告 这个是其他的汽车制造商 你们自己也要去啊嘎啊嘎的啦 接下来你还有什么要吐槽的 车里面的东西 Interior 对 因为我们女生是 其实是看外表的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之前是先选X50 我就觉得X50里面的东西真的很美 嗯 因为它很colorful 还有颜色搭配啊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就很美咯 整个感觉就坐上去 很舒服这样子 然后 呃 可以啊一点时间接收咯 嗯 对哦 现在就已经看不到他了 自己加了很多DIY下去了 加了很多视频啊 Bling bling 所以就加了很多DIY 就OK了 哈哈哈 不过这辆车 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 它的那种置物空间不是很够 因为我 我开车 我很喜欢电话啊 皮包我全部丢一边 这辆车 我驾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这种空间好像不是很够 对 就是它连放卡 然后放 呃电话 其实都没有位置 嗯对对对 然后我的卡 我一开的时候 是没有一些accessory的嘛 哦好痛苦哦 我一直挖不到我的卡 我的电话 不知道放哪里 就对我来讲 是有点痛苦啦 自己加了一些accessory下去就好 有有有有 有看到有人放东西的 对对 因为我们女孩子很多东西嘛 对对对对对对 掉话啊 口包啊 掉头发啊 对对对 发夹那种 眼镜啊 就很多这种小小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是要一个大的空间去放 尤其是那个卡 就是家里的卡 然后公司的卡什么的 它没有一个地方放 所以有时候 我之前她在中间的那个 仇题那边的时候 哦好痛苦一直去 要去找啊 然后找不到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 副驾驶那边的那个开关的那个抽屉 它也很低 有时候我一开的时候 我会碰到隔壁灯的那个脚 所以最后再讲是需要加强的部分 然后你觉得那个唱机怎么样 因为唱机很多人讲它是电视机 普通哦 你就不会讲喜欢也不会讲讨厌 没有就普通 就是我这个也是想要吐槽就是 它在打Signal的时候 我们在Cancelway的时候 它就只能看到Signal 就是它Signal 它会看到那个旁边的车 然后我就看不到外面了 我就是因为这次我错过了好几次路口 哦 这个我就很不喜欢 这个不是太人性化的东西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看Signal 你就可能转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 它那个太久了 我们打多久它就放多久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错过了好几个路口 很想骂它 但是你喜欢那个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吗 还不错 方便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的新车真的是应该有这个东西 一定要有 嗯 真的是你电话接它去 你要Spotify啊 你要Always啊 你要Google Map啊 全部都没有问题 而且打电话很方便 嗯对 真的 嗯 OK啦各位听了那么多分享之后 你们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自己对这款车 我也开了很多次 就是我从以前CBO我开到CKD 我觉得这辆车可能它 每个细节来讲它都不是最优秀最顶尖那个 但是它做到很平均 对 它就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一般需求 如果是我自己我觉得它真的可能在一些细节节要加强罢了 就是可能在内装的一些细节就这样而已 然后我们就问一下车主你基本上你对这辆车满不满意 如果讲10分是满分你会给它多少分 会有到7分到8分 7分到8分 其实这个分数很高哦 嗯 所以如果大家是对这个车子有兴趣的话 你看了这个影片我觉得可能对你会有帮助 然后真的喜欢的话就订下去 因为你现在在不订 可能你要等9个月10个月才能要吃了 现在都7个月了 我们刚刚去跟这种销售员确了 现在是7个月 所以大家真的千万不要错过良机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影片的内容 OK我是Ivan 这边是我们的美女车主 OK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